电影娱乐与你解忧 小妍用这个日记本创造出了一个帅气的男友B号 诡异的是B号居然知道自己是小妍用谎言编出来的 B号就要求小妍继续编下去 因为B号只会按照小妍写的故事来行动 于是小妍就在日记本写下了B号多才多艺 她不仅会弹吉他还会打篮球 而且B号每天都会送自己鲜花 虽然同学们都很羡慕小妍 但小妍感觉不到太多的惊喜和幸福 因为B号所做的一切都是自己安排的 而且小妍也开始厌倦了 厌倦每天写日记 这天小妍的卫生间听到了朴欣又在说自己的坏话 这次朴欣没有说小妍的男朋友 而是说小妍的父母开了水果店卫生条件很差 小妍觉得朴欣很讨厌 随手就记在了日记本上 就在朴欣从卫生间出来的时候 B号偷偷的尾随了朴欣 几分钟后朴欣居然意外坠楼了 就呼称火速赶来 将受伤的朴欣带走了 此时的小妍非常后悔 自己只是写下了朴欣很讨厌 没想到B号干出了这种事情 从这一刻开始 小妍开始害怕B号了 于是在日记本写下了 B号与我保持距离 我不想和她在一起了 结果刚写完 B号就上了天台 对于B号来说 小妍就是她的一切 如果不能和小妍在一起 B号也就不想活了 为了不瞒事情闹大 小妍只好在日记本写下了 B号觉得自己应该活下去 然后重新和我在一起 下一秒 B号又回到了小妍的身边 并嗡狠狠地对小妍说 从现在开始 你不许写我离开你的日记 并且你要听我的 不然你的下场和调戏一样 小妍受不了了 于是来到咨询室 让韩凤九收回日记本 韩凤九却表示 签了契约 日记本就是你的了 最后小妍一气之下 将日记本扔进了火盆 小妍打算一把火烧了日记本 然后结束这一切 结果B号看见了 又从火盆里捡了起来 看到B号面无表情地 拿着烧焦的日记本 小妍吓坏了 急忙逃出了教室 而B号在后面穷追不舍 最后小妍逃到了新闻部 一头扎进了上羽的怀里 班长和上羽很懵 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没等小妍说明白 B号就闯了进来 B号黑着脸对小妍说 你不是希望有我这样的男朋友吗 现在我站在这里 为什么你要逃呢 就在B号朝着小妍走过来的时候 一个黑衣人突然跳出来 急晕了B号 这个黑衣人正是小妍 写在日记本里的那个跟踪狂 只不过小妍一时没有想起来 毕竟小妍曾经说过了太多的谎言 最后黑衣人把小妍带到了另一个世界 因为小妍损坏了日记本 违背了契约 所以小妍就要从这个世界消失 与此同时 同学们对小妍的记忆也随之消失了 第二天 上羽突然从电脑里翻出了几张照片 一张是B号的 一张是小琪的 上羽感到很诧异 这些都是我拍的吗 我怎么想不起来呢 而且都没有见过他们 最后寒风酒 那张模糊的照片 引起了他们的注意 噩梦老师 知日记本 到这里也就结束了 看到第二集 小伙伴有没有发现 戴克老师 韩凤九和之前讲的三开大叔很像 他们都是先满足你的欲望 然后让你遵守规则和契约 如果违约了 就要接受惩罚 最后 小琪和小妍到底去哪了 是真的相识了吗 还是被韩凤九催眠了 让他们在噩梦中无法醒来 莫斯后面的几集会有交代 而关于韩凤九的真实身份 相信班长和尚宇会查到真相的 电影鱼呢 与你解忧 下次再见